第17題 他問有關於美奈米塑膠分子的結構跟分類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要回答這一題 要看到這個題組最前面寫的一個新聞報導 他說 新聞報導裡面說有個毒奶粉事件 有所謂的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跟甲醛混合之後呢 會形成所謂的美奈米 對我們的解題而言的重點是這一句 他說 三聚氰胺跟甲醛混合之後會形成 高溫不易融化的耐熱塑膠 俗稱美奈米 所以呢我們知道這個美奈米在高溫之下是不容易融化的 不容易融化的 也就所以呢他應該是所謂的 熱固性的塑膠 熱固性的塑膠 而我們知道熱固性的塑膠的結構都是網狀構造的 所以呢 我們的答案呢就要選擇的是B 網狀的結構 熱固性的聚合物 所以呢 17答案是B 那美奈米是網狀結構 熱固性的聚合物 習慣了 在這裡 就想想想說 你